在说出杨天心在酒店公共区域跟黑人斗地主后 灵异便把视频发给了季家人 季老一看这视频愤怒的不能自已 他们季家怎么出了个这么不知廉耻的东西 杨天心还在强解释他只是跟黑人朋友谈些声音 季老一个大耳瓜子就扇了过去 真当他是老糊涂 杨天心的母亲还在说灵异是怀恨污险 季父则表示要是污险 这视频就不是在他们季家人手中了 网络上一发 季家人就不用混了 你就别在那爸爸了 季老 季伯伯 你们的家事我就不参与了 先走了 灵异 谢谢你 还有这么贵重的礼物 真的是让你破费了 可惜没有送到爷爷手上 再怎么说我也不能看着别人欺负你 袖手旁观 画壁灵异便启动了好车潇洒地去 灵异有新的订单 请注意点赞 另一边在花艺小区 一个美貌少女正在等车 这是一个小伙叫他的名字 他爸刚给他买了一台新宝马 他来嘚瑟一下接少女回学校 然而少女可烦死这个嘚瑟的追求者 直言到自己叫了车就要走 小伙直接上手抓住了少女表示 财大的计划做巴巴多跌分 还是做他的宝马 就在这时灵异赶到 谁是伟号4389的陶女士 我是手机伟号4389 那上车吧 我是巴巴司机 过来接你的 媛媛 这是你叫的车 你给我让开 我要上车了 在行驶的路上 少女也是第一次坐超级跑车很兴奋 便问灵异都开超跑了 为什么还坐巴巴司机啊 毕王灵异则淡然地表示 开什么车不重要 重要是靠自己努力赚钱 不一会就到了目的地财经大学 小哥哥 我能加你个微信吗 加微信 为什么 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一见钟情 小姑娘 你也太单纯了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坏人 现在的小姑娘 太单纯了 就不怕碰见牙签 准备驾车离开的灵异手机 突然响了起来 原来是相亲女打来的 她表示白天只是在考验里面 现在灵异已经通过了 他们家的考验 她和灵异现在已经是男女朋友了 这话给灵异都听无语 这当她是白痴吗 灵异让这个白痴别做美梦 不拿赔偿金就等着法院传票吧 之后灵异接到了天一家园的单子 没想到客户是之前那个女主播夏新宇 一哥 这么巧啊 是啊 你这是要去中海国际赛车场 夏新宇说明是官方举办了个活动 在赛车场进行户外直播 她也是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进去的机会 到了中海国际赛车场 灵异也决定跟夏新宇一起竞选 巡视一下自己的产业最近怎么样 进到接待处后 却发现一男一女正在吵架 这两个人夏新宇都认识 都是斗鱼的人弃主播 日哥 出什么事了 还能怎么回事 任大小姐要把咱们两个都赶走呢 你可别噱口翻人啊 不是我赶你 是赛车场老板说的 只需要一个主播 仙姐 车场这么大 咱们三个直播不也挺好的吗 那个叫任子萱的女主播当然不会同意 而男主播则指明任子萱 就是抱上了情少的大头 想给他和夏新宇赶出去他自己不拨 这时任子萱的助理拿着公卡出来 告诉任子萱手续搞定可以进去 秦少在里面等了 任子萱得意地朝里走去 还不忘嘲讽夏新宇两人 夏新宇和男主播也没办法 秦少的大名在中海如雷挂 他们只能忍气吞声 这时灵异一看装插的时机到了 一步上前 来都来了 今天就在这直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